朋友们好,欢迎来到翠花姐快乐家园 今天给朋友们分享一款广位叉烧 也是老公和儿子特别喜欢吃的一道翠花姐四方菜 首先这块猪肉呢,是大约五磅多,不到六磅 是不到七块钱,不到七美金 在美国的猪肉还是很便宜的 这一块呢,是绷印,就里边有一块扇骨 就应该是猪腿,猪大腿的那个地方的肉 那首先把它分解 分解以后呢,切的时候呢,一定要顺着猪肉的这个纹路 把它切成条状,大约一寸的厚度 就肥瘦相间,下边是肥的,上边是瘦的 那些碎的猪肉呢,可以拿来做饺子 做饺子馅儿,骨头拿来煲汤 你看七美金的猪肉,可以有很多种吃法,很多种用途 这块猪肉的话,美国人经常都是整块来烤的 叫南方烤肉,但是今天我来做叉烧 老公也非常喜欢吃,儿子也特别喜欢吃 我做的是广味叉烧,但是时当有自己做了一些改良 儿子说比酒店的都好吃 所以今天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喜欢 请记得订阅,点赞,留言和转发 这块就是瘦的了,猪肉已经切好了,放上姜丝 放上大半勺盐,不用放太多盐 插烧是不需要太咸的 放上生抽 不要放老抽,老抽的话,插烧的味道就太重了 再放上这个花雕酒,酒可以放多一点点 因为今天没有白酒了,就用这个料酒 一点点的十三香,就让它吃出香味 但是不能吃到十三香的味道 有我家老先生吃,放一大勺的红糖 三分之一勺的淀粉 玉米淀粉 再放一些柑橄油 玉米淀粉就让锁住这个肉的水分 并且让这个叉烧呢,吃起来更嫩滑 用整体来讲,我这个叉烧的肉是比较偏瘦的 用手把它抓均匀 一路按摩,一路抓 这样容易入味,而且给这个肉做一个按摩 提前一碗腌上更好 但是早上腌,下午烤也没有问题 把它均匀的摆放到这个烤炉上边 肥的向下,瘦的向上边 把它摆放均匀 大概有四磅 我今天用苹果木来烤叉烧 把它放到这个生炉里边来烤 是高火烤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以后呢,这个肉的 已经锁住,汁已经锁住了 而且呢,外边呢,已经开始变得焦黄 这个时候呢,打开 喷上苹果汁 用苹果汁的话,它会带一些苹果的香味 还有一些伪甜 就代替蜜糖 我觉得更加好 如果查了蜜糖的话,高温烤的话 蜜糖的营养素已经全部没有了 这个时候呢,把火 叫成最低,再烤十五分钟 外焦内寸 香中带味甜 又一点点酒味的 广味 四方叉烧已经烤好了 你看,满满的一大叠 满屋的飘香,满院的飘香 姐,一叠叉烧 姐香愁 儿子的挚爱 老公也特别喜欢 谢谢朋友们 这一大叠是给儿子的 谢谢朋友们的观看